今年11月我們就去四走追路洞崖古道 那時候沒有人知道上面有一條路 是我們一個朋友 他是當時是中部橫貫公路開路的一個工程師 他有一次就跟我們講說 我們以前在這邊進橫橋附近這邊 就追那個燕子口那邊工作的時候 常常有上面的古山就是原住民 會下來帶著他們的獵物香菇來跟我們換米啊 換酒啊 那聽說上面有一條路 我就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上去走走看 他說我笑的 我們這些年輕人當時在這邊工作 深山工作一放假全部都跑到平地去 不是到花蓮那邊去把妹 就是回家去看爸爸媽媽 誰要到山上去 那但是我們從這一個小小的線索知道上面有路的時候呢 有一次就是六七年11月我們去花蓮那一帶爬山回來 還有一點時間我們就說 那我們就上追路段崖上面去看看好了 結果這一次呢 楊老師被虎頭鋒定到頭啊 他就當場就休克 倒在那個追路段崖上面 他上半身倒下去已經升到懸崖外面了 然後我拼命把他抓出來 其實我也被盯到 可是女生比較強 我被盯到是痛而已 那他是他體質的關係 他盯到就休克 然後把他拖進來 那個追路段崖有去走過嘛 走過這樣差不多這麼寬 他躺下去上半身在上面拖進來 拖進來以後我就沒有力氣再繼續拖了 只好坐在他旁邊 怎麼辦呢 一隻手就拉著他的褲子的腰帶 拉住 為什麼呢 他躺著 昏迷一不醒 沒有關係 我是怕他醒過來 一醒過來 他一翻身就掉下去 下面落差五百多公尺 就像從101的頂樓掉下去這樣 馬上粉身碎骨啊 所以是很怕他掉下去 就這樣拉著他 然後從早上差不多十點 一直到下午五點 天都要黑了 他還沒醒過來 我真的在想說完蛋了 如果這樣 到時候我們兩個可能都會死掉 因為我說在旁邊陪他 可能我睡著了 也會滾下去 還好那時候他終於醒過來 可是眼睛看不到 我就牽著他 這樣子慢慢的啊 走走走走 走到過溪啊 上門關公路 然後就開始攔車 因為那個時候 已經沒有那個巴士可以搭了 一直來一直來 大家都不敢停 因為我們兩個看起來像鬼一樣 後來終於呢 大概滿晚了 今天就終於有一個小發財車停下來啊 那就載我們上去 然後他看我們那樣子 就說啊 你這樣一定要到花蓮的王內科去 結果我們 他就在我們到花蓮那個 那個王內科 進去的時候那個 到醫院門口 發現那個醫生正在關門 他也要下班了 那時候已經晚上十點 還好醫生那個時候的醫生的小診所啊 就比較比較認真 他就重新再開張然後幫他打了針 一打下去才活起來啊 過了半個小時 他就 他終於眼睛可以看到東西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 和換月底 到上面 追陸到來上面 遭遇到的一次喔 生死交官的事情 後來我們